音乐 热气球带来的效益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 五年来热气球嘉年华成功吸引着超过300万人次的游客 去年台东的年游客数 商家营业额 民间的投资 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 都是台东历来的新高 现在的台东 可以说呈现一片新兴向荣的景象 台东过去因为连外交通不变 限缩了产业的发展 这几年我们努力寻求改善 2014年7月通车的浦游马号 三个半小时直达 大大缩短台东跟台北的距离 加上正在进行中的南迴铁路电气化 以及南迴公路的拓宽跟节弯曲直的工程 都可以在未来两到三年的时间看到成果 将大幅缩短台东跟西部的行车时间 线内交通的部分 我们积极推动基础建设 包括道路、桥梁、路平专案等等 以及刚刚开始运转的交通转运站 让台东的县民以及游客、乘车 都可以更方便 不仅是基础设施更完善 在软体建设上面 台东这几年也有长足的进步 去年我们建制的全县免费Wi-Fi 台东Free 不管在普及率、民众的使用率 都创下公共网路的奇迹 连续两年获得国际智慧城市论坛 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eign 全球21大智慧城市的赞美 以及国内远见杂志评鉴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第一名 另外在艺文活动方面 台东这几年也非常蓬勃 我们的美术馆和野艺厅 经常邀请到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和表演团队 大大提升台东人民的幸福感 台东招商最大的本钱 就是我们最美的天然环境 以及我们丰富的人文资产 和友善的人民 过去这些优点没有被看见 这几年我们把它包装成观光产品 不管天上飞的热气球 海上的国际冲浪比赛 陆地上的国际铁人山巷 单车、马拉松等等 这些休闲运动旅游产品 现在都受到非常非常多的青睐 一年超过六百万的观光客 更是企业现在愿意到台东来投资 最主要的原因 台东县政府把投资的流程更简化 设立单一窗口都受到很多的肯定 台东的饭店跟民宿的房间数 在过去的五年增加了四千间 成长率是百分之六十七 但是尽管房间数增加了 我们的平均住房率 却从2009年的百分之三十二 一路攀升 到2014年达到百分之六十三 全国排名第三 这是过去没有办法想象 台东在经济部两年一次的招商评比中 从以前不敢参加评比 到2015年获得全国第一名 通过背后各样严苛数字的检验 见证了台东这五年来快速进步 蓬勃发展的契机 另外我们在财政改善的进步幅度 也得到全国第一名 过去五年到台东投资的金额 已经超过两百亿 但是我最高兴的是看到台东人的生活改善了 不管是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来 创业就业 或者是看到我们台东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 五年里增加了三百亿 这都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台东正以前所未有的脚步 迈向永续富足的国际城市 结层欢迎您到台东 和我们一起共创幸福产业